临访台倒数剩下两天的时间 那么海协会呢先前部队 先下榻原山饭店 维安呢可以说是进行高度警戒的 不过呢上午去有一名中年男子 突然间冲进了原山大厅 大骂海协会人员是共匪 也对于马晨慧的称呼 一直搞不定向马英九总统呛瞎 单枪匹马 背包插着小国籍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闯进原山大厅 呛瞎 要反共抗恶啊 现在来保抗共匪啊 不是 你是骑纲来的吗 骑纲的啊 你为何来的 我从中南路上来的 今天走到这里不是要做什么 我要呛马英九啊 越说越气愤 中年男子不仅要呛马英九 更把矛头瞄准海协会先前部队 有人在这里招吗 有啊 有中尾来啊 现在被防线了吗 我在抗衣啊 现在被警察被抗衣啊 我认为说要被抓了 对啊 被抓不注意啊 大漫海协会人元氏共匪 翘翘男子更不满马英九称呼的争计 海人一结 短短几分钟 翘翘男子在原山大厅来去自如 原山的维安人员却不动声色 虽然高度戒备 大地也有上百位戴着耳机的国安局人员 还有警察来回巡视 而场外也有五六辆警车戒备 号称陈云来台要出动七千警力 坐到维安滴水不漏 但是却让一名男子直闯大厅 要是直闯酒楼 后果更是不堪受想 中日新闻的地方陈文芳 台报道